就是 2020年上半年 妳本來有演一部戲 對 我有演一部戲 可是演戲對妳來講 就是在行的 可是這部戲 讓妳有壓力壓到 我這部戲我真的覺得 應該是人生最鼓底 我那時候已經 鼓底到有一點想自殺 這件事事實 就包括我老公也知道 鼓底耶 妳的個性會 那是多大的壓力 但是壓力大到就是 怎麼做都不對 我們曾經有一場炒菜的戲 那因為菜遇到 油是不是會漸起來 那可能前三次炒 可能都 油是沒有漸起來的 那其中有一個卡就是 我在炒 那個油漸起來 我們是不是人要散 導演衝出來罵說 你散什麼散 劇文有沒有寫說要散嗎 我說導演這個 油燙到我了 你知道它燙一下會怎樣 細皮嫩肉 然後我就瞪了一下 我心裡想說 是我的問題嗎 剛剛這邊是誰回話說 對 我就是細皮嫩肉 是你啊 你還想自己演一圈啊 真的 還想你接細演 然後我就 你就當秘密老師就好了 然後我就當下呢 其實我也很想要回他 其實誰都想 因為你燙到 你第一個時間一定會散 這本能反應 那也是直接反應 應該是正常吧 你知道我們被罵完 我在那邊搭掉 好像真的是我都不對 我不應該散 真的會是這樣 然後因為其實 其實我那一部戲 有很多是要下廚的 所以我也被燙到很多次 那有一次 我實在是真的受不了 我就覺得 你不能說我們女生細皮嫩肉 是因為有時候 那整個太高溫 我實在是真的 有時候受不了 我就跟導演說 導演那你來拿拿看 人就給我跑掉 連你都不願意拿 何況我是女孩子 好 那中間當然就是有很多的 不平等待遇 也許 因為我的角色是非常偏偏佼 那也許他會 當然就對男女主角 可能你NG沒事 我只要重複的一句話 我們講了二十次 總會其中會有一次 我們會假到還是怎麼樣 這都很正常吧 不行 衝出來把我大幹咬一頓 我就是每天都是 這樣的壓力下 這種 對 於是呢 可能要找經紀人去了解一下 也沒有用了 結果我們公司都有反應 老實講 我們公司有反應 但是就是 就是有很多問題啦 那我就好 那我就當作是磨練 那到最後 我真的在那邊 已經好幾天都沒睡覺 他們就永遠說 詠卿怎麼又不睡 我說我不知道 我壓力真的好大 我大到最後 回來台北 我可以弄三四天 沒睡覺喔 是完完全全睡不著 就是只要一上戲 我就很緊張 很緊張 我去看了心理醫生 他已經是一個陰影了 其實到現在我覺得 我還會因為這件事情 我會不舒服 但是如果秉出 導演 就是不要拍戲 他是一個還不錯的人 但是他一上戲 就是 匹配給我 對 就是一個 換了一個人 對 然後我其實當下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無助 我曾經在車上大哭 就是我所謂的大哭 我會覺得 我說為什麼要這麼痛苦 為什麼他罵我不能回 因為就算你回 他會說你小心 你會被弄死 意思是說你會被弄就對了 那但是我覺得 你說是不是一個職場霸凌 今天我願意把這件事情 講出來的是 我不是說誰對誰錯 但我很想說 這就是一個職場霸凌 我沒有做錯或是 為什麼別人做錯都沒事 我做錯 你就是要針對我 你要說是職場霸凌也是 但是有時候就是 但是這一關 如果你能夠過了之後 那自己就更強壯了 但是我就會覺得 以後如果我拍戲 我遇到比我晚輩的人 有這樣被這樣子 無理的對待 我覺得我一定會跳出來講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人生父母羊 我憑什麼要讓你罵得這麼難聽